最近我在診所見到很多人都有手的皮膚敏感 有些皮膚乾得很厲害 脫皮疙瘩 甚至厲害的皮膚都很痛 這個很明顯跟現在大家用的洗手液 或者用的那些細菌水洗得太多 但是病毒這麼厲害 你不洗又不行 有什麼辦法解救呢? 我今天就教大家一些不用多少錢的辦法 可以幫助自己預防這些皮膚敏感 或者手部皮膚乾燥的問題 其實都很簡單 一定要用多些潤膚膏才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潤膚膏有這麼多種成分 究竟應該怎麼選擇呢? 今天就很簡單講兩個主要有用的成分 讓大家可以知道怎樣選擇 第一樣東西就是Ceramide 我們叫做神經希安 第二樣東西就叫做Uvea 就是尿素 首先講一下這個Ceramide 這個Ceramide 其實在皮膚本身已經有了 它主要在我們表皮上 就是細胞和細胞之間的納粒裡面 你可以想像皮膚就好像一棟磚牆一樣 皮膚的主要作用其實是一種屏障功能 就是說要阻礙我們身體外面一些刺激的東西 菌 就是對我們身體有害的東西 我們擋住它 不要讓它進入我們身體 如果把它比喻為一棟磚牆 如果你只是砌磚一棟牆出來 當然是擋不住一些風風雨雨 你砌磚的時候 就從時要加上去敏灰 在這裏 磚和磚之間有些灰乾了之後 才可以擋到一些雨水 皮膚的原理一樣 皮膚裡面有很多一粒粒的細胞 細胞和細胞之間有些納粒 納粒之間有些油脂 脂肪和脂肪的物質 組成一個完整的屏障 擋住外面的刺激的東西 我們看看圖片就會更加清楚一點 這個圖片就是正常的皮膚 皮膚裡面有很多細胞 皮膚生長的過程 就是細胞從下面一直長上去 一直長上去 它就會有些變化 它長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開始變扁平 然後慢慢變成死皮 所以细胞会死了,变成一层层死病 到老化最后期,它就会脱走了 即是一个不断向上生的过程 刚才我们用了一个砖墙来做比喻 其实皮肤的结构真的很相似 你当这些一粒粒细胞是一些砖 这些砖类旁边黄色这些 其实黄色这些大部分都是砖墙 起码一半以上都是砖墙 其实是油脂的 正常状态之下,细胞再加上周围 有砖墙和脂肪填着疙瘩 它的屏障功能就很好 外面有什么刺激的东西走进来 基本上走不到进来 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当一个人皮肤里面的脂肪不够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即是细胞里面的油脂如果不够 细胞和细胞之间会很松散 还有很多的粒粒位走出来 有种情况就是 Trans Epidermal Water Loss 即是说 我们每天 身体里面的水分 都会有一部分 经皮肤流走 人体每天的Trans Epidermal Water Loss 经皮肤流失的水分 都差不多有300-400cc 差不多一罐汽水那么多 正常状态之下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 一滴滴这些就是水 因为皮肤的屏障功能是完整 里面的Trans Epidermal也很足够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 就算它流走也好 它大部分都是留在皮肤里面的 只有小部分才能走出去 所以大部分留在皮肤里面的话 皮肤的水分足够 就健康了 如果皮肤里面的Trans Epidermal不足够的话 皮肤里面的细胞和细胞之间的空隙就很大 我们身体的水分 就很容易 另一方面 当然如果皮肤的屏障功能差了 外面的细菌也容易走进来 抗原刺激的物质也容易在环境里面走进来 所以我们经常跟一些病人说 尤其是有濕疹的人 润肤其实是非常重要 甚至比你茶药膏更重要 因为茶润肤膏 就帮我们补充皮肤里面的油脂 阻止水分流走 皮肤里面有水分 濕疹就自然会有改善 接着就说第二样 就是Uvea尿素 尿素跟SERAMA一样 也是我们皮肤里面天然已经有的东西 它是一些很小粒的分子 如果我们把它当做做一些 比如药膏也好 Lotion也好 塗在我们皮肤里面 它很快就可以被皮肤吸收了下去 尿素是我们叫做Humetin 是一些吸水剂 或者我们叫做Scrobic 就有点像 比如说 大家可能一瓶盐 盐就是要放一些米 吸水 才可以倒出来 不会结成一块块 如果你没有放炒完的米 吸水 很多时候盐放了一会 它会有一个倾向 将空气里面的水分 吸水 盐加上水分 会结成一块块 倒不倒出来 原理差不多 Uvea 其实是一些吸水剂 它如果进入皮肤里面之后 就会帮助我们把水分保持在皮肤里面 假设我们在这个人的皮肤里面 塗了尿素的药膏 我们用这些绿色点点去代表它 有些尿素的分子 就走入牙肝醋的皮肤里面 因为尿素是吸水剂 它任何方向的水都会吸水 在空气里面的水分 就会被尿素吸入 这些水分 外面的水分 就会吸入 它另一方面 也会把身体里面的 皮肤深层的水分 吸入皮肤的表面 所以身体里面的水分 也很多 就会走入皮肤里面 留在皮肤里面 所以皮肤的干燥情况 就有改善了 一般大家买到的产品里面 如果有这个尿素 浓度一般都是小过10% 在这个浓度 它主要有些 就是刚才说的吸水 潤肤的功能 但是如果它浓度超过10% 它就开始有些去死皮去割质的作用 尤其是有些皮肤的问题 就是皮肤太干了 好像脱了一块块皮 那些这样的情况 或者有一种情况 就是那些年轻女 就很多的 在这个大概青春期开始就常见了 在这个手臂后面 就有一些粒粒很硬的那些 不好看的 就是红色或者很深色的皮肤的问题 那些叫做无狼角质化 那些这样的问题 就是用尿素都有些帮助的 太高的浓度 有时候会比较刺激的 如果你真的要用一些高浓度的尿素的话 最好也是请教一下你相熟医生的意见 最好也是请教一下你相熟医生的意见 如果你的手已经很干了 或者干到裂了 也有些很快的修补方法 其实很简单 也都所废无己 那大家家里一定有这些花士领的了 那花士领就比较油一点 那你日头塗住 比如塗在手那里 好像油淋淋 不太舒服 那样 如果你的手真的很干的话 那可以建议你 就是晚上 淋睡的时候 就塗些花士领 在手那里 比如这手干的话 在淋睡之前 就可以塗些花士领 塗上去 塗完之后 接着就拿一个这样的棉手套 棉的白手套 很多地方都有得买的了 也很便宜 塗完之后 就戴着这个白手套 这样 接着就睡觉 就是说它一晚 就是说一晚两晚 那我手那些皮肤干 就是裂的问题 就会有些改善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如果觉得这些片有用的 记住就share开去 给like 留言 和订阅 记住按下钟仔 如果想看多些 有关一些生活性的分享 那就欢迎你 你都卡在我的IG那里 就可以看一下其他的片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